随着解放军一体化联合演训,在台岛周边圆满收官,特别是国防部宣布未来将继续在台海常态化警循,外界普遍认为两岸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,而在此次演习期间,美国的动向尤为引人瞩目。 近期一直保持克制态度的美军,在解放军刚宣布军演收官之际,就迫不及待表态,宣称要继续派舰机穿越台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,有观点认为通过此次演习,美国其实已经暴露出瑟利内人的本质,并没有决心和解放军硬碰硬。 现在用这种马后炮的方式,只不过是找回面子,以及给蔡当局以及其他地区盟友壮胆罢了。 据环球网报道,当地时间十日,美国海军一架海神反潜巡逻机,自日本三则空军基地起飞,下午两点进入台岛东部花莲外海绕行一圈。 这是自四日解放军宣布进行大规模军事延续活动以来,美军战机第一次贴近台岛周边海空域飞行,西方媒体注意到,这下海神反潜巡逻机自早上九点起飞,一直在日本本州岛上空盘旋。 而等到东部战区宣布结束军演后不久,美机才姗姗来吹进入台岛周边空域。 分析人士认为,这反映出美国方面的一种态度,那就是既要在台岛周边显示存在,但绝不能依与中国爆发军事对峙的情况存在。 近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声称,随着解放军结束台岛海空域的军事活动,美国军队将在未来几周内通过台湾海峡,其目的是展示美军对本区域内航行自由行动的承诺。 中方针对美方政治人物串访事件进行的军事反制行动,实际上是中方进行切箱尝试的战略威胁的一部分,目的就是勾引美方上当,出现战略事务,宣称美国不会上当中纪,绝不轻易涉足危机当中。 但是美国还是要选择自由航行的方式表态三层含义。 第一,美方要通过穿越海峡,在形式上表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,不会因为解放军军演而有所减弱,即便真的已经减弱,也要装作没有。 第二,对于东亚国家来说,台海是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生命线。 美国海军派遣舰艇在台海国际水域进行无海化通过,表达美方对于该海峡航行安全的保障,同时让日韩两国安心。 第三,长期以来美国认为,世界上主要海域水道,都必须保持自由航行,确保这些地区水道航行安全。 使美国海军自然为的天然责任,美方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共约等相关文件,都是为了方便美方侵犯踏过水道和临水,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目的。 分析人士认为,台海是本地区重要的国际水域。 中方从来没有要封锁国际水域正常船制航行的动因,所谓海峡航行自由存在安全问题,不过是美国方面找出来的借口。 美方舰船无海穿越台岛海峡,在技术上更多是一种战略宣誓,在强大解放军军力面前,毫无军事意义,不过是个尴尬的政治表态。 目前解放军置顶围岛军演,已取得了圆满成果,但就在台湾当局觉得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。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,在台海周边海将继续联合封控演习。 中国国家海事局也发布消息,从8月8日开始,南海战将南三岛东部海域将进行射击的训练。 这表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军事演习,将很有可能形成常态化,这意味着只要命令一改变,围台军演将直接变为夺岛行动。 台湾当局装死归缩几天之后,无法再继续岁月静好下去,他们说这两天也要举行军演。 据台媒报道,8月9日台军第四座战区,会在屏东风港进行重炮设计训练,不过台湾方面称,演习并非是针对大陆。 这倒不是什么客套话,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炮如何跟解放军打,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台湾民众,我们有反应。 就像被巨人压在身下的朱儒在说,我的脚趾头有在动哦,来个特写。 台湾当局的精神支柱是美军,日本大哥哥靠不上了。 日本只是口头抗议称,解放军五枚导弹掉落在他的所谓专属经济区, 受到了华春莹言此驳斥中日海上从未化解,之后日本就安静了。 8月4日开始,一些露营名嘴和媒体到处在叫,说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会来保护我们的。 还说李波里号、美利坚号两艘准航母也在待命,随时去台湾海峡。 但他们却不说离台湾有多远。 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里根号航母行动路线图,从几个日期节点可以看出,里根号一直在向东北方向移动。 7月30日至8月3日为第一阶段,主要是为了配合老姚婆的亚洲星。 8月3日距台海直线距离为1200公里左右,东风15北导弹的射程为900公里。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想来保卫台湾,还是想避开东风导弹的。 答案已经清清楚楚,而且它是加速逃离危险区域,开始了第二阶段。 到了8月6日和7日,台妹又在那里叫,里根号向南运动了,美国要掉头回来救我们了。 那种兴奋劲,1450群起而动,起焚烘托道,仿佛蔡晓英马上要跟美军进东方一样。 实际上这是因为美军判断围岛军演将要结束,里根号南下风险已经降低很多,所以掉了个头。 做出南下动作,可是当解放军宣布,继续进行联合封控军事演习时,里根号航母战斗群,再次到头向东北方向行驶。 相比8日位置,已行驶了于200海里。 岛内名嘴对里根号转圈圈行为给出解释,暗藏玄机。 他们为美军真是操碎了心,说美军转圈圈想要实现的目的是,既能避开解放军东风导弹的打击,又能驰援台湾。 这种余能雄长兼得的思维,估计美军现在想也不敢想,但台湾还是很有想象力。 岛内媒体最好不要再把里根号当成什么保命符,动一动就能引起蛙声一片。 否则美军航母的航行费用,说不定要找台湾报销。 如果不是心虚的话,美军航母什么事后者们如此茫然过。 既然美军不敢进入解放军,在台海周边演戏区域,那为什么还要在远处转圈圈? 8日,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宣布,在未来几周之内,将安排美舰穿越台湾海峡。 他的话又被岛内拿去大肆炒作,甚至大陆网上也有一些人在跟着起哄,都说里根号准备穿越海峡。 实际上,美国核动力航母从未穿越过台湾海峡,1996年台海危机时,美国举行军事会议。 国防部长佩雷主张出动两到三艘航母,其中一艘进入台湾海峡并停在那里,威慑解放军。 当时我们没有卫星导航系统,美国认为导弹打不准。 但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和太平洋司令都反对这种做法,因为这将很可能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。 克林顿最终选择了两艘航母,摆在海峡一南一北的方案。 美军航母穿过台湾海峡,是发生在2007年,当时小英号一国感恩节申请停靠香港,被我方拒绝。 所以气呼呼地从台湾海峡北上,理由是避开台风,与我军送机潜艇和深圳号导弹驱逐舰,对峙了28小时。 当年尚且如此。 更不用说在中国明确否认台海为国际水域这一说法之后,美军航母如果赶来台海自由航行,除非是他们决心开战,但美国人会为了台湾地区跟中国开战。 台湾当局的里根号穿越海峡,保卫台湾的说法就是吃人说梦。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北上途中,却做出南下姿态,还派出侦察机,看起来有些可笑。 但他的用意是,证明美国打造的所谓第一岛链仍然存在,为他的亚太盟友们打气。 美国仍然是太平洋地区的头号军事强国,里根号来来回回就是证明。 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在向美国交保护费,美军在台湾面临危险时,必须做点动作。 美国领导人脑子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的认知范围,而美军知道已无法做到,在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的同时,又能避免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。 美国领导人恪求求见思维,如果再不改变,再不放眼看世界,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危机所在。 再说台湾当局,他们以为美军会因为收了保护费,就敢跟解放军发生冲突。 里根号形迹如此猥琐,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为台湾付出人命的代价。 说难听一点,台湾人的命在美国眼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